今天凌晨 持续了一周的2023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终于在丹麦哥本哈根落下帷幕 中国队以一金一银四同结束本次真诚 皇家体育管理 世锦赛的记录频频被追平和打破 最后一天的每场决赛都在创造新的历史 给观众带来极强的冲击和震撼 国语的遗憾与不足本次世锦赛战至半决赛 国语的形势还算不错 四个单项决赛 均有选手进入半决赛 其中女双和混双均有两队组合进入半决赛 只是在半决赛中都要提前遭遇 而女单陈宇飞和男双新锐 王场两位坑泽要与强劲对手争夺决赛权 然而半决赛战霸除了两场内战 两队世界排名第一 且都有望改写历史的强劲组合 雅思与凡尘分别闯入混双和女双决赛 陈宇飞再次败给了韩国的安喜盈 而王场两位坑汉府 此前从未输过的丹麦组合拉斯姆森阿斯特鲁普 战至决赛 率先出场的雅思一比二遗憾地败给了韩国的徐晨仔蔡佑丁 国语最后的夺金希望 便落在了之后出场的凡尘身上 说实话 在看到拉哈游西底 这对以老代新的印尼组合连续将两三五号种子淘汰出局 闯入女双决赛后 很难不为凡尘捏一把汗 尤其在雅思西败后 作为国语最后夺金点的凡尘 肩负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 凡尘不愧为世界排名第一三届世锦赛冠军 加之酒精沙场的他们愈发成熟 懂得如何将压力更好地转换为动力 站在决赛场上的他们 可以保持稳定的心态 尽情释放自己的激情与能量 直落两局 凡尘震胜了对手 第四次摘得世锦赛女双桂冠 并就此超越了前辈 成为世界语坛第一对世锦赛女双四冠王 纵观本届世锦赛 国宇最后仅收获一金 沉寂难言理想 究其原因 客观上讲 这一次中国队的牵运不佳 尤其女单和混双都出现主力选手 被抽在同一半区 甚至四分之一去的现象 而从比赛过程看 此次国宇的主力选手 整体状态一般 对于对手的变化 以及困难的准备有所欠缺 二世近一年表现抢眼的新秀 虽有拼劲 但大赛经验不足 临场发挥起伏较大 无论是李世锋不敌王子维 还是冯彦哲黄东平被东道主组合 挡在八强之外 以及最为可惜的两尾坑王场 我们的这些后起之秀 虽然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实力以及很高的世界排名 但在大赛当中 往往一念之间的心态 和瞬息之间的一个动作 就会成为比赛的转折点 和最后的冠军们相比 我们的这些年轻选手 还需要更加勇敢 要懂发挥 善比赛 如果把本届市锦赛 当作是巴黎奥运会前的一次中考 国宇需要认真分析 在比赛中暴露出的问题 并尽快找到解决之道 但一次比赛并不代表全部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越要坚定信心 市锦赛后 还有一系列的奥运积分赛 将陆续展开 尤其九月末 还有在杭州举行的亚运会 正如中国队单打主教练夏宣泽 在下后所说的 国宇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 做好自己 做好过程 向着最高峰冲击的过程 势必会困难重重 国宇唯有进一步提升斗志与士气 去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分和每一场比赛 00后正在成为大使所区本届世锦赛 最后的男单与女单冠军都属于00后 回望这两位新科世锦赛冠军的登顶之路 他们的夺冠绝非冷门 比如安喜盈 她在短短大半年内迅速蛻变 今年以狂懒七冠 排名高居第一 此番问顶女单 属于大热登顶 昆拉伍特去年就已经闯入世锦赛决赛 今年更是在群雄争霸的格局中冲杀出来 近两年来 一大批00后选手正在不断的脱颖而出 2021年维尔瓦世锦赛时 00后选手夺得一同 2022年东京世锦赛 他们收获一赢二同 到了今年世锦赛 他们直接跳升至两金二赢三同 且五个单向领奖台上都有他们的身影 事实证明 当今的世界雨坛 00后们正在成为大使所区 本届世锦赛上 不仅夺冠的安喜盈与昆拉伍特让人惊艳 还有更多的00后展现出强劲的冲击力 这其中也包括了 国语的混双新配蒋镇帮魏亚新 南双王场梁伟坑 以及南丹李师锋等 尤其蒋镇帮魏亚新与王场梁伟坑 都是首次参加世锦赛 且都站上了领奖台 虽然国语的这些00后有能力 在世锦赛上做到更好 也多少留下了一些遗憾 但对于他们而言 经历了考验 增长了见识 这些收获比成绩更为宝贵 也会成为他们今后 向更高峰迈进的动力 一些值得铭记的名字一夜之间 徐成仔成为了世界雨谈大热的名字 从双向竞决赛到双向夺冠 他成为21世纪以来 第一位在世锦赛上收获男双 和混双两斤的男选手 而上一位由此成就的 则是徐成仔的前辈 1999年世锦赛上的京东文 两场决赛 六局对抗 两场胜利 徐成仔在本届世锦赛最后一天 将水平发挥到了极致 109分钟 昨天之前 很难设想这会是一场 男单决赛的耗时 两位00后选手 日本的奈良钢工大 与泰国的昆拉伍特 在本届世锦赛上打出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拉锯战 其间还出现了几次昆拉伍特 因就球而擦伤手指与大腿 血染赛场的场景 就观赏性而言 这场充斥着 大量训练士的多拍拉扯的比赛 难言精彩 但两位00后 在场上所表现出的 超乎年龄的耐心与认镜 却足以成为世界语谈 一段值得铭记的回忆 本届世锦赛前 嫌少有人会看豪 两次遭遇重大伤病 又两次回归的西班牙人马林 这位昔日女单三冠王 在当今女单炙手可热的 Top4的光环之下 已然有些褪色 但是 当马林连胜戴姿尹 山口倩闯入决赛后 我们再一次见证了 什么叫强者归来 时隔五年 已经30岁的马林 再次闯入了女单决赛 虽然最后败给了 如日中天的灵明后安喜盈 但她已经强有力地证明 她依然是一名 不容小视的竞争者 本届世锦赛在童话国度落幕了 胜利的喜悦 失败的落幕等 在每一次比赛中 都会出现的情绪 再次成为过往 留下的是精彩 唤起是对于下一站的期待 再见 各本哈根 世锦赛决赛赛况 南单 昆拉伍特 19比21 21比18 21比7 那梁刚宫大女单 安喜盈 21比12 21比10 马林南双 徐晨仔 江明赫 14比21 21比15 2 1比17 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女双 陈青陈贾亦凡 21比16 21比12 拉哈游戏地混双 徐晨仔 蔡佑丁 21比17 10比21 21比18 郑思维 黄亚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